在您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针对小孩子的一些问题来找您的 其实蛮多父母亲 因为我不是说 之前有提到说 父母亲他们可能离异 或者是说因为一些家庭的状况 然后他们学校那边 有特殊教育的小孩子 或者是一些心里 其实有些障碍的小孩子 会来带来我这边 那带来我这边 因为通常如果说 他曾经被 不管是家暴 性侵 或者是一些其他特殊的状况 比如说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这种小孩子 那他在心理上是比较封闭的 那在这种时候 我其实会运用一些比较很可爱的 比如说像白毛陶罗牌 你有没有看到他图面就是很可爱 那他们小朋友他可能就抽 他抽了之后 我其实会去解读这个牌 或者是说他整个牌证里面 可以去分析他的家庭的状况 那其中有一个案子就是 我常常就 他可能有抽到一张牌 然后这个代表爸爸 然后那个代表妈妈 那我就说你的爸爸看起来 来大家来看一下 有没有觉得他很拽 很拽 他的表情有没有很拽 等一下我对焦一下 有有有对 对很拽 对 然后他还拿一根棍子 对 对 所以这个小朋友呢 就是经常被爸爸殴打 然后爸爸还很拽 那我就看到这张牌之后 我就告诉他说 你常常这样子夹着尾巴跑 这样你是不是很辛苦啊 我就说出他的心路历程 那当然小朋友他就很压抑说 你怎么会知道 我说哦没有 这是你刚刚抽出来的啊 然后他就很可爱哦小朋友 把牌这样子 噓 不要告诉老师 然后我就说 没关系啦 那我也会遵守我的秘密 绝对不会说出去 这是我们的守则啦 然后就告诉他 要怎么样才能够跟爸爸比较好好的相处 然后或者是跟他的妈妈比较好相处 那有的时候抽到这样子的牌证的 就是牌卡的爸爸 有的时候还会搭配那个喝醉酒的妈妈 他们其实在家庭能量关系 你会发现他 你如果个案做多了 他总是有个统计学 他就是有一个很无形的一个搭配组合 好那当然这样子的爸爸 你经常暴力下去 谁都受不了就会离婚嘛 对像类似这样的案子 其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 协助小孩子走出自己 然后去训练他去说话 所以这个塔罗牌是 你请对方自己随便抽一张牌 随便抽一张 或者是说小孩子的话 你可以把它摊开来 让他自己用看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我爸 这个比较像我妈 的方式去应用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一般的塔罗 我命理很少去这样子使用 可是我是把它纳入到我的进阶班 那在进阶班里面 我其实会教授塔罗牌 去如何做养仔啦 或者是说亲子之间的沟通啦 然后还有就是运用在其他的提升自己 比如说商业模式上 对他都可以做一个很 比较精准的方向跟预估 那如果说像我有朋友 他们小孩子有亚瑟伯格症 或是果冻了之类的 是 这个也有方法去解决吗 是我们可以用NLP的方式 NLP它的好处就是 大脑神经原成是过敏 是我们的大脑里面 有一定的入耳 一定的规则 那亚瑟伯格症 它过敏C就是 我如果要A到B到C 你绝对不能告诉他 我要从A到C 那他一定会生气 所以我们透过NLP 他其实可以很有效的 去抓到这个小孩子的习性是什么 然后去协助告诉父母亲 他的规则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的天赋是这样子走的 然后也可以让小孩子知道说 其实偶尔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稍微去扭转一下 他的内在的一些想法 那这个部分我还会再搭配 艺术疗愈的部分 去协助小孩子 小孩子很喜欢画画 那在画画的过程里面 他其实也可以结合NLP的方式 能够达到有效的情绪缓解 如果你是要 tel回来的 你能感觉如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